好 我們對全場揹個手 揹個手 好鬆 超開心的 好開心 謝謝 全場台灣 好了 你們的臉皮還真厚 還真的敢當作 自己是比賽選手啊 好啦好啦 就讓你們兩人過過乾癮 感受一下勝利的榮耀吧 蒙古為了維持傳統 所以規定納達木 只限蒙古人參加 不能比賽也沒關係 本次賽事 除了聚集超多觀眾 高潮跌起的射箭比賽 最精采的是全程52公里的 馬拉松式賽馬 場面是盛大 保證超乎你的想像 現在現場真的是一團亂 但是擠了 我覺得可能上萬人 來這邊要等待 他們其他比賽 回來的那個瞬間 太刺激了啦 我覺得連擠都很刺激 我們現在後面完全是 全身撐住在卡位的狀態 沒錯 他們現在非常的瘋狂 我們現在的背 是非常的緊繃的啦 你就光看到這個盛況 你就知道蒙古人對賽馬 這件事情有多麼的熱衷 應該是納達木 對他們多重要 沒錯 很多人 他可能前一天晚上 就來搭帳篷了 就住這邊了 就睡在這邊 現在已經看到遠遠 已經有一些小小的 那個黃煙被激起來 然後小小的點子 在往回跑 真的耶 全場超過萬人 一起欣賞的納達木賽馬 祭司竟然是6到12歲的額頭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啦 主要是因為兒童體重輕 可以減少馬兒的負擔 但是小朋友能騎完52公里 連續騎7 8個小時都沒有休息 不親眼證實 還以為蒙古小孩開外掛 實在是太強了啦 有兩隻才進場 真的耶 有兩隻 兩隻 第一名 第二名 沒想到 衝 太好了啦 衝啊 他們是 小朋友 小朋友 好酷 加油 第一名 是小朋友 是小朋友 加油 第一名 第一名 沒想到第二名跟第三名 還吃了一大段耶 小學 一年集中超酷的 而且非常專業 他們的體力感覺非常 要一直左右... 金馬 一直編馬... 這真的比那個 你說我們香港看到的 電影上看到的還更厲害 他們是草原大草原 一望無際的 真的